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个计算题 564分之563乘以565 减563又564分之563 那这个呢,它是一个小学的分数计算题 它对我们这个计算能力还有观察能力 以及我们对分数的一个理解能力要求都比较高 这个计算呢,不是特别容易算出来 我们来看一下啊 有很多同学看到这个题之后呢 它会发现一个特点 这里有564分之563 这里也有564分之563 它就想,哎,这两个数是一样的 按照我们这个乘法分配率 有两个一样的数 我们就可以把它提出来 然后把不一样的数给它放在口号里进行运算 所以呢,它就开始这样算 它把564分之563提出来 提出来之后呢 第一个式子里剩下了一个565 第二个式子,它把这个提出来之后呢 它觉得是剩下了一个563 所以呢,它的计算就变成了564分之563 它乘以这个口号来到565-563 它认为应该等于它乘以2 那这样做对不对呢 这样做肯定是不正确的 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理解一下啊 这里这个数呢 它是个代分数 代分数的意思啊 我们用一个比较小的数来理解 就是比如说1有2分之1 所谓的1有2分之1 实际上它等于1加2分之1 而并不等于1乘以2分之1 那你的563有564分之563 它是563加上564分之563 你在用乘法分配率的时候 这里不是乘法 所以你也不能用乘法分配率进行计算 那你这个式子当然就是错误的 那我们正确的应该怎么算呢 我们看到啊 刚才既然说到这个代分数 它实际上是这两部分的核 那我们首先把这个代分数 给它写成核的一个形式 我们这个式子 它就应该等于564分之563 乘以565 前边我没有动 后边呢 减它们两个的核是563加上564分之563 减去它们两个的核 那么这时候啊 我们光看口号里这个式子啊 这个式子 它其实就是563乘以1 后边这个式子呢 就是564分之1乘以563 那么口号里自己这个式子 它符合我们乘法分配率的形式 这里有563 这里有563 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数提出来 那么前边啊 我们还是没有动 564分之563乘上565 减去括号这个式子 那么这时候啊 我们把后边的563给它提出来 前边的564分之563乘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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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提走之后剩下一个1 这里提出来之后剩下一个564分之1 那么这个口号里加出来啊 它是564分之565 那么跟前边这个数就一样了 那我们把它写出来 看这是564分之563乘565 减563乘以564分之565 按照我们分数的乘法 分数乘以整数 这个整数应该和分子相乘 所以呢 你前边这个式子乘起来是564分之563乘以565 后边这个式子也是整数和分子相乘 它是564分之563乘以565 这两个数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你的这两个分数的计算结果是相等的 所以它们两个相减等于0 好吗 这两个相这一样的